大家好 7月22号中午12点22分啊 这个2021年啊 今天二比较多啊 可能我这人也比较二哈 这个一个省像河南啊 这样的中部大省 人口大省也是GDP哈 从GDP的角度总量 GDP总量也是个经济强省 现在出这么大的事啊 这个党委书记难辞其咎啊 这有一个朋友他在告诉我们 这个党委书记是怎么回事啊 这个人的一些背景 河南包括郑州那么大的水 什么最终也都得汇入黄河往下流啊 这山东慢慢黄河要涨水啊 这个河南现在去那个省委书记叫楼阳生 这是刚从我们山西省委书记上 算是提拔吧 从那个落后的小省到了一个 不算发达的大省吧 这家伙就是个倒造鬼 他来山西 山西也是不停地出事故 前一段搞的叫三至三零 这零就是什么零事故 零上访 零案件 你说这可能呢 那基层他可能没有案件嘛 可能正常没有事故嘛 他那臭嘴 他不提这个要求还好 他大张提鼓地抓这个事之后 哎呀 反而事故是层出不穷 这不刚去河南没几天 把那个灾就带到河南了 这一波都是浙江人 这应该都是 那个家伙在浙江福建 这些地方任职的时候 等于是能能能勾得上关系呗 这提拔的估计是 这就是所谓的之江新军啊 在福建在浙江的旧部啊 这个说啊三零什么啊 没不能有案件发生 不能有上访 这就跟那个什么之前的刑事案件 什么命案逼迫 造成很多冤假错案一样 他们提的很多口号都是 违背人性 违背科学 违背现实规律 违背现实情况的 不过河南这个事啊 怎么说呢 如果不是这个楼阳生当书记 其他人一样 一样也是 这个隐瞒 拖延 也是这种祸国殃民吧 基本上同一个路数 但是可能他刚来 频繁的调动 站上这个坑 反正对当地老百姓 更没好处吧 也只能这样说 还是体制的问题 体制问题 再次 中文字幕——YK